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你的灵魂前计划 或者说这就是你的使命 所以你们知道当年周老师是个穷人 当我搞懂了这一条 我以前总觉得跟你们一样 老天对我不共啊 当我搞懂了这一条的时候 我很兴奋 你知道为什么兴奋吗 我告诉我自己 周文强从今天起 你成为富人不是为了你自己 老天爷让你穷 是为了让你战胜贫穷 你转身度那些跟你一样正在经历贫穷的人 这就是你的使命 所以我为了我自己没有动力 我为了全天下 所有的苹果老百姓有没有动力 所以当周老师有了这份动力的时候 记住动力练出能力 能力是练出来的 能力不是学的 当我自己瞬间财富自由以后 我就做了一件事 开培训公司 把我的所有的创造财富的方法 全部交出来度你们 你们能不能听懂我在说什么 把这句话写上 老天爷让我穷 就是为了让我战胜贫穷 一转身度那些跟我一样 正在经历贫穷折磨的人 老天爷让我病 就是为了让我战胜病魔 一转身度那些跟我一样 正在经历病痛折磨的人 听懂得举个手 十年前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教授 他是一个校长 三八红旗手 他教孩子非常厉害 他的孩子从幼儿园开始拿第一名 拿到大学 每次读第一名 上完大学把他儿子送出国 上研究生 他儿子送出国的第一个月 跳楼自杀了 给他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妈妈 我长了二十多年 我从来没有为自己活过一天 我在为你活 为了你的荣誉 为了成为你的骄傲 我还记得小时候 当幼儿园的孩子们 都在那里洗洗玩耍的时候 我在家里补习 我还记得上小学 大家都在玩耍的时候 都在出去旅游的时候 我在那里补习 我的人生里面 除了学习还是学习 我没有为自己活过一天 我被压得喘不过气 我走了 你知道当这个校长 他的孩子被称为 我看见他没有人 他被你活过了 我现在在生活中 他还知道 他这些人 爸我闭上了 他就知道 他不耗牛 是为你活过 那天 我闭上了 我真的是 我会缓上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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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不管你此时此刻在经历什么 中你一句话 老天爷让你经历的是你自己选的 是为了来成就你 借成就你来成就更多人的 他说各位 问题就是答案 讲到这儿 感觉到有没有收获 仿佛人世间发生的任何问题 瞬间没有问题的 举个手 问题就是答案 问题就是财富 问题就是你的机遇 问题就是你的使命 所以人活得的最高境界是打着灯笼找问题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by bwd6